說到疫情影響全球金融市場難預測 如今新台幣對美元也突破了澎淮南防線 創下了二三年來的新高 新台幣急升今年來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大約是6.2% 而且美元的跌勢還看不到盡頭 這樣子對國內仰賴出口的產業影響非常大 上市工具機產業匯損就難以估計 台幣升值的狀況看起來是持續性的 如果說在你沒有持有資產分配底下沒有美元這個部位 你倒是可以在這個時候逐步去購買一些 對購買一些美元來增加一些美金的資產 持有這些美元部位的部分你要做什麼安排 我當然會建議就是說你可以考量就是比如說現在美國股市 其實美國股市現在很多的交易是非常的活絡的 美元跌其他貨幣也就被迫升值 包括歐元澳幣日元等等 不過專家強調美元還是最適合長期投資的貨幣 工低買進分批購買才有可能增加 資產分配的角度的話應該都是首選就是 比較大流通性比較強的選擇的話我一定選擇前三名嘛 就是資產分配的角度來講我可能就是人民幣美金 然後再就是台幣這三個部位 那你如果增加第四個部位的話那你就可以把你 歐元放進來 專家建議外幣的投資 占整體資產的三成以下最為保險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得分散風險 才能降低隨著局勢波動 而產生的匯率虧損 TVB的新聞 華正森留意軍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現在根本應該是正常的 打底藏